黑衣男子從店內鬧到店外 幾名警察和路人合力要將他壓制 但是九十歲男不斷反抗 一旁女警拿出甩棍 將他勤拿之後壓制在地 總算暫時將場面控制 居民潘信男子 週日下午喝醉酒 竟然跑進超商 企圖縱火 他想要在店內抽煙 然後店員制止他 所以心生不滿 然後就是將火點燃爆池之後 往收音機台那邊掙置 新北市新莊警方貨爆 下午五點多 居民潘信男子喝個爛醉 就在超商內購買麵包打火機 卻因為錢不夠 想用手機點檔 之後就坐在超商內用餐區 想在室內抽煙 店員上前制止 男子竟然拿酒瓶丟上飲料櫃 之後點燃爆紙向櫃台丟 店家趕緊撲滅火勢 報警處理 櫃台上還有被燒焦的痕跡 跟大量滅火器乾粉 飲料櫃被打成蜘蛛網狀 面對損失 店家低調不願多談 而警方調查嫌犯沒有工作 之前也有公共危險的前科 週日下午就喝醉酒鬧事 除了面對求償 還得面對公共危險行責 記者楊子健 譚可萌 新北市報導 保護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